国军虽然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取得了胜利 但是在战斗中依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不少战场归来的老兵回忆起战场上的经历都眼含热泪 不知道有多少正直风华的好儿女为了保家卫国的神圣承诺 永远地倒在了一国土地上 中越交恶的原因人尽皆知 在苏联的支持下 越南在东亚发动侵略战争 企图靠侵略别国掌握地区霸权 甚至将主意打到了中国头上 在对越南多次警告无效后 解放军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解放军参战部队分东西两线 跨境进入越南境内作战 虽然我军部队对于战胜侵略者有着十足的信心 但当时的战争形势并不让人乐观 因为当时我军的精锐部队 几乎都在中苏边境整个带旦 参加反击战几乎都是云南和广西的边防军 虽然我国自古有边军最善战的说法 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但是边防部队几乎都是士气有余 经验不足的生寡蛋 而他们将面对的敌人 是接受了我军优秀将领严格培训 又经历了抗法和抗美两场大战考验的越军 不光技战术水平高 而且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加上越军还有着主场作战的优势 我军指挥员当时就有预感 部队的伤亡可能不太好看 不过战斗打响以后 进展却比我军想象中更加顺利 这里面除了有我军指挥员战术得当的原因 也和战士们发扬了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 有很大关系 在老街战役中 负责主攻的十四军118团 在侦查了越军的老街部署后 决定通过偷袭抢先战局战场主动权 训练有素的解放军官兵 在没有惊动敌人的情况下 悄无声息的囚渡南西河 在夜色的掩护下埋伏在越军阵地前沿 此时越军官兵根本不知道 我军已经推进到他们眼皮子底下 随着指挥部的统一号令 我军多点开花 同时发动了对越军多个高地的进攻 越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在丢失了高地控制拳后 迅速发动了疯狂的反扑 我军战士虽然初上战场 却有一股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硬是扛住了越军的反攻 控制住了老街战场的节奏 给接下来的战斗开了一个好头 但相比于老街的顺利 我军夺取高屏的战斗就要血腥很多了 在高屏战役中 解放军和越军展开了殊死较量 很多参战单位都出现了极为罕见的高战孙 甚至有的连队以120人满边进场 打完仗只剩40人 阵亡了三分之二 伤亡之惨重让人折舍 之所以我军会伤亡陡增 其实就是实战经验上吃了亏 高屏战役的时候 我军的先手优势已经消失 越军开始显露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作为一个打了30年仗的国家 越军对于在自己国土上发生的战斗 有着很深的理解 将当年对付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洗澡战术 应用到了我军身上 如果应战的是解放军老兵 越南军队的这些伎俩可能没什么用 因为论游戏战 解放军才是祖师爷 越军的手段本就是从我军这儿学去的 但解放军新兵哪里见过这些场面 面对越军的下三滥招数经常中招 导致部队伤亡居高不下 就拿参战的我军装甲部队来说 为了穿插敌人后防 我军装甲部队选择将坦克开上山地 这里本是最不适合装甲作战的地方 先头部队很快就出现了损失 当时的我军步兵为了尽快投入战斗 和坦克协同作战 都会选择坐在坦克上 为了不被颠簸甩落 一些战士就用背包将自己固定在坦克上 没想到这一举动却好心办错事 中越两军一旦交火 背包带导致很多战士无法以最快速度下车寻找掩护 被密集的越军火力打中 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同样是因为实战经验的缺失 我军装甲部队在战区行进时 并没有做好反伏击预案 首尾两车遭到了越军反坦克炮的袭击 导致整个车队 混在了越军提前划设好的杀伤区域内 没有及时撤出战斗 徒增很多伤亡 实战经验的积累往往要以鲜血为代价 高平战役成为了我军新兵接受战争洗礼的地方 此战过后解放军的伤亡有所降低 但仍有很多年轻战士没能撑到下一场战斗 高平战役成为了不少老兵心中最痛苦的回忆 在经验明显弱于越军的情况下 我军只能以更加顽强的战斗意志 弥补双方的差距 据当时参加战斗的林梦珠回忆 为了从越军的伏击区里撤出来 他下令步兵用机枪压制藏在丛林深处的越军 并指挥战士们用炸药包和手榴弹摧毁挡路的大叔 为我军坦克清理出一片射击 压制住了越军的火力 这才让整个纵队逃出生田 吸取了这一次教训 解放军改变了坦克带步兵这种野路子 转而大量运用装甲运兵车 增强了我军步兵的防护 战术的细微改变果然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即便我军遭遇越军伏击 反击也打得坚决而迅速 但战争始终是残酷的 据当时的一位连长回忆 他手下有一位年轻战士 骨头都被打出来了 痛得撕心裂肺 连长便让他忍耐一下 不要发出声音 等卫生员来处理 但遗憾的是 这名战士没能坚持到卫生员前来 就流光了身体里的血液 连长只能泪流满面的看着单架队 将战士的遗体送往后方 而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比比皆是